一大早大人牽孩子的手到学校上课 开学才第二天 台中已有多达87个班级停课 传染大的话确诊又要停课 担心他们去上学 我们要怎么照顾他 9月11号前学校一人确诊 全班停课三天 直到9月12号开始 才改为已筛代格 政策多变加上另一方面 教育部又规定 同住家人确诊 小朋友不能到校七天 让家长搞得一团乱 我不知道 一切都是等学校通知 我不知道 同住家人不是三加一而已 三加四而已 至于彰化有家长才刚送孩子到校 没多久又接到老师来电 早上凌晨我们班上有人确诊 原来是彰化南郭国校 五年级有班级学生 凌晨传出确诊 老师赶紧通知家长把孩子接回去 但是也没办法 现在测试期 彰化县也有49个班级停课 另外苗栗大城高中 全校只有三名老师根本开不了课 教室空荡荡的 看起来相当冷清 学校受少子化影响 营运入不敷出 去年底开始 急前教师几个月薪水 导致许多老师陆续离职 但全校救生约100人 加上新生45人 全都无法上课 很感伤 毕竟在这里服务这么久了 一下子就这样摸摸下去 目前国教室已经介入 将学生转介到其他高中职就读 校方不得不退场 让师生感到不舍 记者彭志明 杨生王百英 台中章话苗栗采访报道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栓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